管桃公主于是经常会准备些新鲜的果蔬 吩咐人送到王美人的府上 王美人也是常常送些小礼物给管桃公主 几次礼物往来之后 最初那个朦胧的愿望 在两个女人心中渐渐发芽 管桃公主向王美人暗示 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刘智取代太子刘荣呢 这个建议王美人是绝对赞同的 虽然小刘智现在被封焦东王 但既然有机会做太子 为什么不努力争取 管桃公主坚信 如果换了刘智当太子 把女儿阿焦嫁给小刘智当太子妃 自己岂不是可以高枕无忧 这时五岁刘智的首次出手就与众不同 让她们刮目相看 一天小刘智回到宫中 看到管桃公主在家 就乖乖地向她请安 姑母好 管桃长公主 看见聪明伶俐的刘智 心中十分欢喜 就抱着刘智问道 芝儿啊 你喜不喜欢阿焦姐姐呀 当然了 我最喜欢阿焦姐姐了 那你想不想娶阿焦姐姐呀 芝儿 你皇姑姑问你话呢 你傻笑什么呀 我长大样 金子盖一座房子 就让阿焦姐姐住在里面 这句话让管桃公主 又惊又喜 因此就有了金屋藏娇的典故 小小刘智的这个表态 扫除了管桃公主 与王美人两人结盟的最后障碍 两个女人护着小刘智 共同向太子之位 冲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